资料库的部分,资料库部分刚刚也有讲过类似的 所以其实我们这边只是什么 再增加一个叫pm25的.db 把它改一下 然后呢,资料库的名称我叫pm25 然后呢,一样是总共有五个栏位 然后后面因为里面资料全部都文字 那我就全部用tether 然后底下的话就insert into insert into pm25 然后总共五个栏位 因为都是文字,所以前后都有单以后 然后把它加进来isq 然后commit成,写入成功 那我刚刚试了一下,我发现其实 其实只要你那个 这个范本ok的话 其实好像也蛮快的啦 其实只要注意一些细节 就可以马上把资料放进去 当然我们是希望说将来 你们可以做到爬虫很方便 就是马上爬 那如果你有多个资料来源 你就反复去爬取 然后很多个全部都把它丢到资料库里面 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再做后续的统计分析 并且把它输出类似像苏能分析表 把它做成报表跟图表 视觉化结果 甚至后面可以再结合AI的部分 ok,就一层一层的往前推进 这个都是比较基础的东西啦 所以今天的话大概就是 把那个爬虫的部分 再把它这个结合所谓的资料库 也是把爬资料丢到资料库 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今天呢,主要练习就是CSV的格式 跟Jason的格式 所以哦,我是建议啦,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可以换个东西 换个网路上开放之后一堆嘛 那么政府机关几万个啦 太多了 甚至如果你是金融业的 金融业有一堆啦 像金管会现在一直大力推动 那个所谓的数位金融 你好像你不跟上都不行 那这个时候大家网路上一堆资料 你也可以的嘛 试着把它抓下来丢到资料库 当然这个是初步 后面的话呢,你可以再做统计分析 可以用SQL语法 我们今天有讲到的部分 那最后当然呢,有一个地方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呢 有一些人他的电脑 可能要开Jackson格式的档案很麻烦 那如果我要把它转成CSV的话 诶,要怎么做? Jackson格式有没有办法转成CSV? 当然可以啊 那怎么把它存档? 其实档案就在这里 大概只有十行左右乘四吧 你就可以把一个Jackson的档案格式 下载之后存成CSV 那这个CSV的话 你给那个有Excel的电脑 就可以马上开起来 也就是以前可能Jackson 人家给你 像现在很多单位提供的都是Jackson 那不给你CSV 那怎么办? 哇,麻烦了 你不会CSV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学过Python的话 解决方案就在这里了 程式不多了 那只是说到底怎么做也不难 只是说你可能要稍微了解 那其实最大 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把资料下载下来之后 中间加逗点 然后分行 最后存档 存档我们讲过嘛 就是加一个什么Open 给它一个名称 然后后面加一个W 最后的话把它Write出去 就是存档 这个好像前面有讲过嘛 然后呢 这样子你会存一个档 将来呢 下载下来之后 在我们根目底下就有叫PM25.CSV 点开来之后的话呢 资料就下来了 也没什么问题吧 OK 所以以后如果 假设你遇到那种 大量的确诊档案来源 那你要 要给一般User用的话 其实用这个方法来解决 OK 那 因为时间的关系 后面的话XML 回去的话可以稍微看一下 然后 大概三种格 下一次的话 也许我们就是 把这个XML讲完之后 再来 没什么时间 因为最后一次嘛 所以我们就是集中火力 在那个 下载那个网页资料 比如说股市资料好了 或者是下载什么外汇资料 那但是难度又更高 已经高到已经破表了 没办法 因为可是 所以我说每一个每一个 有点像爬山一样 你前面如果没有 那你后面可能要跌上去 就是有难度 所以你说后面要AI加机器学习 加深度学习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这些基础上 往上再加上去而已 OK 所以如果你前面没学好 后面 当然 当然 就会非常的困难 但如果你前面都学好了 那你后面再堆着 你会发现 其实好像也没多少东西嘛 OK 其实应该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啦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回去的话 建议就是说呢 可以再 再复习 尽量实时做啦 OK 那今天先到这里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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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